社区高楼传来令人振奋的声音 以色列民众集体高唱国歌 展现团结的一面 另外打击反国的以色列民众 在准备降落前 所有人在机舱内站起来 一起高唱国歌 为彼此加油打气 以色列国安部长宣布 所有城镇都会发放突击步枪 除了自我防卫 也提供志愿者杀敌 第一波将发放4000把部枪 CNN团队在南部城镇 直击以色列和哈马斯基站 趁夜间跨境袭击的哈马斯武装军 遭到炮袭 加萨边境出现大量坦克和装甲 以色列宣布解除所有军事限制 地面阵准备全面开打 不过发动地面战必须相当谨慎 因为可能落入哈马斯的圈套 北约前主会官认为 如果演变成地面战将是一场硬仗 北边还有黎巴嫩和叙利亚威胁 这场仗可能拖上数星期 甚至数个月 TVBS新闻 正好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